美国总统川普对叙利亚发射战斗飞弹 升高国际紧张局势 而类似武器其实台湾也有 就是这款一雄风二型反舰飞弹为基础 中科院自行研发生产的雄风二一型巡弋飞弹 是台湾唯一攻击型武器 射程更可以涵盖中国沿海 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 也因此相关性能等细节国军保密到家 不管是台湾自治或者美国出售给我们的武器 其实基本上全部属于防御性的武器 那只有雄二一 它是具备一个有限度攻击能力的武器 台美巡弋飞弹比一比 美国的战斧飞弹 对于射程可达到2500公里 而台湾的雄二一则是预估有1000公里 两者发射载具也大不相同 美国能送上潜舰 台湾则使机动性用拖板车作为发射台 更曾经被捕捉伪装成快递车 而战斧飞弹 曾在波湾战争等其他战事中被使用 台湾的雄二一 国军的新杀手舰问世了 据说这次叫超音速飞弹 是雄二一型最新的飞弹 超音速 因为其实我们必须要对飞弹的导引方式做一个说明 一般而言地对地的飞弹 在传统来讲 在没有GPS之前 大家用的导引的方式都是惯性导引 它每跑行一段距离以后 它会产生一个误差 2000公里以后 它产生的误差还不小 我们把惯性导航装到飞弹上 会不会偏 当然也会偏 可是有了GPS之后 这个问题好很多 对 有了GPS之后问题当然好很多 你看你现在的这个民航机的导航来讲 基本来说都是惯性加GPS 甚至有些根本已经不用这个惯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说我们这个飞弹 如果说里面能够内建GPS以后呢 是不是发射以后就百发百中百准 对不对 也不一定 但问题是 真正在战争的状况下的时候 我们知道GPS干扰它 其实并不难 你有你的GPS 我有我的GPS 但它互相干扰 或者是你直接 因为你也知道 那个GPS因为本身 它的概念是什么 GPS它是在地球黄道上 有24颗卫星 再加6颗备用 也就是说它其实以美国GPS来说 它是一个广播式 也就是说它就在黄道上24个点 然后它就广播 我就故意干扰你嘛 对 你只要能够干扰 因为它 而且因为它是同步轨道卫星 所以它高度非常高 三万多公里 也就是它那个电波 到地面上来说 其实并不强 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抓住 当地的GPS的信号 对不对 那你家里干扰 所以你看为什么当时你看 像伊朗能够把美国的RQ-170 给骗下来 就是因为它精准的 侦测到了GPS的讯号 然后复制一个假的去骗它 然后把RQ-170就骗下来了 那这个超音速能够战胜GPS吗 超音速它本身速度很快 GPS是导引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当初开发 熊二一的时候 主要是希望它飞出去以后 能够速度非常快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国军这个云风飞弹 也就是熊二一这个飞弹 一直是会莫高深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飞弹来讲 它本身到底是哪一种方式来推进 说实在大家都觉得很难猜中 对也就是说有一种说法 它就是用涡轮发动机 那就像美国的战斧飞弹一样 因为美国战斧飞弹 它也是一颗飞弹 然后它后面有个小的涡轮发动机 但它速度相对来讲比较慢 它一定是次音速 那也有一种说法 它跟我们的熊三飞弹一样 它是超音速的 而且我们跟各位不是讲过 那个熊三飞弹 它的射程大概是450公里 但对不起 那是用高空高速 那个情况才办得到 比如说它飞出去之后 拉到最高 然后飞450公里之后 去攻击对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高空高速巡异飞弹 其实它被拦截的成功几率还蛮高的 所以它一定要低空高速 它发射以后 然后就贴到海平面上 然后进行飞行 这个时候它只能飞150公里 那这时候就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的云风飞弹 也有可能是这种高空高速的巡异飞弹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如果说把熊三的飞弹在弹底 再加大 然后增加燃料 然后利用它高空高速的特性 它的确也还是可以打蛮远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熊二一 到底是哪一种的推进方式呢 由于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属于中华民国国防的最高机密 而且是绝对机密 说真的外人 是不是另外这个天燃计划也是一个谜 什么无人机要搭载炸弹 其实无人机来讲 目前来说世界上的无人机的这个发展趋势 从它原先最早所具备的一个侦查功能 也就是说我今天搞个无人机要干嘛 这个无人机最早大量使用战场 在战场上是以色列人 他们在1980年代出席的加利利和平行动 去打那个黎巴嫩的时候 在天空飞了一大堆的这个无人机 那这时候第一次让战场上 大家发现无人机在战场上还蛮好用的 那后来呢 美国其实也开发了 他们的一系列的无人机 从大到小 那他们在战场 战术等级的这个无人机里面 用途最广的就是原本的RQ-1 RQ-1掠使者这个无人侦查机 那个RQ-1这个飞机呢 它原本它是没有武装的 也就是它只能进行侦查 它靠到它前面击鼻一个 就是光电侦搜球 真实二道的装备以后 马上透过它机背 就机顶上面那个大大的那个卫星天线 然后直接上链卫星 然后传回去 但现在呢发现 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侦查 如果说你飞机上还有余域 就可以挂个几枚飞弹 或几枚炸弹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它如果在侦查的过程中 一旦透过生物辨识 或什么样 各种辨识的那个方式 确认你要打几的那个目标 是重要的目标的话 那你直接马上就可以丢下去 我们做得到吗现在 以现在来讲 台湾现在来说是一个起步 就是说其实我们必须要 很清楚的认清一件事 中华民国的无人机的起步 其实晚了周边非常的多 这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马上现在这个天人计划 做出这个腾云机 腾云机是目前来说 那个中科院所开发的 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机 而且它的外型 你看了以后你就发现 怎么跟MQ-1 就是劣势者无人机这么像 那真的蛮像的 超便的 这个MQ-1 我们看到旁边图 它是长有一个V型的 唯一一个翅膀 然后前面有个机头 然后当然那个机头里面 还有无线 头有像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天人计划中的 这个腾云机 基本上来说 它的想法也是希望能够 就是说跟美国的那个RQ-1一样 然后另外 由于我们刚刚讲到 就它现在用的这个发动机 它本身 以目前这个腾云机 让它升空以后 它的确也还有增加一些 我们叫做挂载的 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们就希望 在下一个阶段 就将我们的这个腾云机 要能够整合 美制的这个地狱火飞弹 让它也具备 跟侦察跟打击于一体 也就是说 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如果侦察到 具威胁这个地面的目标 就能够发射地狱火飞弹 将对方 可是目前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做得到 以台湾的技术进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是在版权 也就是说今天你美方 同不同意 我们把地狱火飞弹整合到 这个腾云机上 因为你这个东西 是跟美国买的武器 那当然我个人觉得 以目前台美之间 你说这个 美方同意的可能性 我觉得应该可能 问题比较不大 也就是说 但就是说 目前来讲 我们现在中科院 这个腾云机 它基本上来讲 是希望能够挂 两枚的这个地狱火飞弹 那其实两枚地狱火飞弹 地狱火飞弹 本身并不是一个 爆炸威力相当强的一个飞弹 它是爆炸之后产生的 这个高热喷 它是一个喷咽穿甲弹 也就是说 它其实主要这个功能 还是打战车为主 当然它也可以打人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在路上看到 这个三个在那边 闲晃的这个兵 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 重要目标的话 你也可以发射地狱火飞弹 碰起来就把它打掉 对是还蛮好用的 所以现在未来 我们的这个腾云机 基本上来说 就希望能够跟MQ-1一样 能够整合上 包括飞弹 就空对地的飞弹 发射能力 以及它现有这个侦察能力 让它成为 就是侦察跟打击 综合唯一的一个无人飞行 成为两岸战力间 最神秘的攻击武器 三地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